那你剛感染的症狀是什麼 身體痛 就痠 然後髮燒 咳嗽 那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 然後就躺在那邊 就是人就很省省 這樣子 就是不想去哪裡 不舒服這樣子 哦 倦怠 對 那有呼吸有困難嗎 呼吸一開始還可以 我可以覺得有點咳嗽 那就是還可以 不是說很困難 哦 那你是去醫院 然後做篩檢的是不是 沒有後來 然後我體溫有100的 就是那個攝氏到 就是華氏嘛 應該是F 那個F的 到101 華氏101攝氏是多少 到39 到39.5 然後醫生就叫我進去 然後我進去 我去我的醫生 然後 然後我去那個醫生 然後他就說 他先幫我做那個 普通流行性感冒的 那個 普通流行性感冒的那個檢查 後來那檢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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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他問我說 啊 看我說這幾天有 有接觸到 那個 很大眾的地方 然後他就幫我做這個 COVID-19的那個 那個試驗這樣子 嗯 就是武漢肺炎的那個 對 對 武漢肺炎 對 對 對 然後呢 然後四天後 星期四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就是我中了 嗯 然後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 我這邊也不知道要怎麼去做 你 那你就自己進去 就在家裡 然後 然後就是 跟 讓你自己舒服一點 就像像流行性感冒一樣 嗯 然後 然後 醫生講說 如果你不能呼吸的時候 再打九藥藥 哈哈 我沒有放呼吸 再打九藥藥 那時候 我真的是痛得咬命的時候 真的是 但是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到 然後我老婆那時候 也怕得咬命 我 我一轉訊 我一沒回她的時候 她就冒險的到地下室來 然後看說 因為你們隔離座 隔離在地下室 對 然後 我老婆就一趴到地下室來說 看我有沒有死掉 我要大家 美國大家知道 這個 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怎麼 我怎麼去找 我哪裡去中刀 187公分 100公斤 這麼強壯的人 對啊 對啊 我那時候 我臉書那邊 我貼了一個 我的臉那時候 真的是瘦的 真的太難看了 像死亡一樣 我整個臉 整個那個 我整個那個 我整個那個眼睛 眼睛就這樣這樣子 真的是太恐怖了 最緊張的是 最緊張的是那些老人 那些 然後他們現在 如果住在養老院 他們整個地方都不敢出去 年輕人真的是太可惡了 他們還覺得說 不在外面跑 然後還在那邊 大家都 沒有把這個 看起來很嚴重的事情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